大家好,我是雷军,小米公司的创始人、CEO 始终坚持做感动人心、价格厚道的好产品 让全球的每个人都能享受科技带来的美好生活 这是我们小米人的使命 小米是一家以手机、智能硬件和IoT平台为核心的互联网公司 经过八年的奋斗 我们已经成为了全球第四大的智能手机厂商 我们的MIUI手机系统也拥有了1.9亿的月活跃用户 我们还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IoT平台 目前连接的智能硬件的数量已经超过了1亿台 在做第一代进化器的时候 我印象中那一年我从来没有休息过 也一几日干这个产品 我们的产品在性能上实际上已经达到了 同类产品3000元、4000元甚至更贵的水准 但是雷董最后果断地把它订单了899元 从我们的角度来说 挺难接受的 进化器一经推出 我们就占到了全中国的销售量的第一位 正是因为有感动人心价格厚道的产品理念 才产生了这样的爆发力 在手机行业从来没有一家厂商在销量下滑之后 还能成功逆转 但是小米做到了 很多人朋友就问我 为什么小米能创造这个奇迹呢 这真的是因为我们一直在秉持做感动人心 价格厚道的好产品 这个产品观念深入每一个小米的同学的心里 在做产品的时候核心的部分 只要是看得见的肯定都是最完美 绝对没问题的 但是看不见的地方 其实我们也使了非常多的劲儿 这就是我们的价值观 从来没有变过 一直坚守 后两人一起不会太差 其实通俗地说就是傻人有傻福 经常能看到小米在排队 而且好像这个队伍在不断地延长 这个礼拜也是这个状态 下个礼拜好像又长了十米 就完全吓到我了 我觉得小米之家 真的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流量的引擎 在这样一个面积之下 能产生如此之高的这个营业额 它的评效想必是非常高的 这在万用电梯来讲 其他的店铺是不太可能见到的状态 有一个很火的互联网企业 在去年拿了古德迪三全球的设计金奖 这个企业就叫小米 我的朋友圈基本上被刷屏了 甚至有一堆当年不认为小米 有那么强的原创设计的设计界的资深人士 都开始评论小米 说小米已经有了自己很完整的工业设计的风格 这个风格叫米Look 以小米为代表的一批中国的企业 已经从中国制造转向了中国设计 小米很多手机其实就发布之后 都是超出预期 之前有一个手机有一个bug 然后想着去在米外论坛提一下 想着就是过一周时间 就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当时我就感觉至少这是一个有温度的公司 它更用不是一锤子买饭 然后就直接被穿粉了 一直走到下面 当时就没有什么大期望的 想着一千多元而已 那扫到就行了 扫不到也没办法自己扫回 然后之后送到来觉得超棒的 其实跟我外面看三四千元那些 根本就没有分别的 那个数字机人之后 然后就看一看一看 就看到握手环很适合我放狗 然后电饭锅 电饭锅又可以用电话去遥控 然后还有小卫镜 因为我自己有时不在家的时候 又可以遥控进来看狗仔在做什么 有时很搞笑看到他们的东西 然后慢慢慢慢就发觉 越买越多越买越多 然后之后不知不觉就觉得原来 我都成为了一个这么疯狂的米粉 小艾同学 对 请打掃 没问题 小心 请打掃 我最喜欢的朋友们 他们看一些东西的东西 他们看一些东西 我看一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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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做太后 我喜欢做太后 我带我的朋友 和我的孩子 我感觉很棒 因为我感觉很大的 我感觉很喜欢 我和我感觉很喜欢 我感觉很喜欢 我感觉很小的 我感觉很开心 我感觉很不错 我感觉很远 我感觉很远 我会获得新的MIFans 我会获得新的看法 我会获得新的朋友 我会获得很多的感激 我会获得新的朋友 我会获得新的朋友 我会获得新的技术 我会获得新的全球 我会获得新的朋友 我爱小米 你能够老了 有关系的朋友 有关系的同时 感动人心 价格厚道 我们和价值观相同的创业者 一起改变了一百多个行业 影响了全球数亿人的生活 让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到科技的乐趣 厚道的人运气都不会太差 我们永远相信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 静音响更远 ust privatizator 欢嗨之 Filte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